大家好 我是老鳳 今集就是老鳳講講晚羅撒教回顧篇的第10集 而乘接上集結尾 金羅漢的九代單泉 霹靂金剛就帶著一群男人 下去寒冰湖旁邊 看看龍虎群英死了沒有 誰知龍虎群英那群人還生歐歐站在那裡 根據江湖規矩 不用說是隻臭 韋陀負責對付神走金剛 風雷對付幻影金剛 石鐵招呼電金剛 黃小龍應付神誕金剛 至於最強的那個 當然是交給老鳳負責 而經過一期左右的激戰 韋陀風雷和石鐵都贏了 而黃小龍虎戰神誕金剛 也都憑他的Double 韓龍大手印奠定了勝局 整個韓冰湖旁邊剩下霹靂金剛 和老鳳還在打 和老鳳還在打 他兩條人打打打打 銀鷹帶著一群高手振援 他的陣容非常之虛勘 包括了猛額傷鷹 熔獅王 還有鐵龍 還有鐵龍 又是炒死亡谷的懶犯 最大的分别 就是金铺售了银艇 和韦台一起玩 打了两棋左右 黄小虎就砌低了银银 银艇两司徒就打低了铜铁护法 而小银和黄蜂雷两兄弟就砌低了银银 而虎靠蛇鳄四只禽兽就全部扑街 除了银银和铁银 僥倖走得掉之外 其余那帮罗杀群魔 又全部变成大集派 至于鲁妖恶斗匹匹金刚那边 虽然他就使出最后的绝招 炎罗杀 可惜 都不是匹匹金刚的对手 鲁妖出完绝招就全身虚脱 为免死在匹匹金刚的拳头之下 鲁妖就选择跳下去寒冰湖里面 飞妖和伟陀就下去寒冰湖那边搜索 但是 没有发现到鲁妖的尸体 而霹匹金刚打低了鲁妖之后 亦都身受重伤 看到对方人多世众 就决定进去树林避一避风头 但是鲁妖 并没有冻瓜在寒冰湖里面 还游水游到湖的另一边 而正当鲁妖走回自己那边的营地的时候 这么不幸 和银鹰 铁鹤 合路相逢 基于双拳难敌四手的定论 鲁妖就输了 沦为街下之筹 到夜晚 银鹰就叫铁鹤 看着鲁妖 然后他自己就监视龙虎群鹰的行动 银鹰监监 遇到匹匹金刚 他们两个就想着回头 想着一个好选择救兄弟 谁知道当他们两个回到鲁妖被囚的地方 就发现鲁妖失踪 铁鹤就钉了 匹匹金刚还认出 铁鹤的致命上 是由金钟罩的绝招 罗汉神子 所造成的 镜头一转 就回到银鹰走开的时候 在树林那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斩柴佬 叫做斩柴佬 他的名字就叫亚柴 亚柴的心底是非常之好 就说铁鹤绑着鲁妖是不对的 然后就走过去 打算帮鲁妖松绑 铁鹤打算从后偷襲 谁知道这个亚柴 是个深藏不露的超级高手 本能反应一钩 就钩死了铁鹤 基于亚柴是第一次嵌油 嵌油就有一些惊慌失踪 所以他就抱走了鲁妖 回去自己驻开的山坡 而鲁妖就在那里 发现了智德禅斯的坟墓 原来当年金罗汉毒杀了智德禅斯之后 就非常之顺手 把他的铁鱼拋下去崖边 但是金罗汉细古不到 智德禅斯是练成了金钟罩 有一些抵抗剧毒的能力 而且刚好有很强烈的稀流 在半空卷下卷下 智德就跌了下去 山崖旁边的寒冰湖里面 算他幸好跌不死 而同一时间 阿柴就看到有空中飞人跌下来 他非常之好心 下去寒冰湖救回智德禅斯上来 阿柴就跟智德禅斯爹了几句 就知道金罗汉的种种恶恨 而阿柴就非常之好心 就自动请英华要帮智德禅斯报仇 智德禅斯看起来阿柴是一个非常心底善良的好人 就决定传他金钟罩其功 希望阿柴翟翌日 练到有差不多的时间 可以做过金罗汉 为民除开 而阿柴 得到智德禅斯传授武功之后 除了每日斩柴之外 就是每日练功 练了二十多年 终于练成了金钟罩第八关的功力 而罗汉神子 就练到火候十足 老妖听完阿柴的故事之后 就感恩徒步 拍胸口 说会帮阿柴对付金罗汉 而另一边 魔鬼党的红使者就去了金刚山 随行的有黑白商劳 和魔鬼党的智囊 耶鲁博士 基于罗撒群魔 电话都没有过 耶鲁博士就推断罗撒群魔已经输了 而第二日 龙虎群应一定会提出交换人质 所以耶鲁博士就使出他的必杀绝招 催眠术 想着迷惑石黑龙的神志 整招借刀杀人 而去到第二日 耶鲁博士真的开口中 黄小火和飞妖真的踏直升级上来 还提出 用那帮罗撒教的高手 来换回金罗汉 释放石黑龙出来 可惜他们细猜不到 对方竟然用到催眠这一招 结果石黑龙 神志不清 说黄小虎是他杀父仇人 然后一脚 又将黄小虎踢到山崖下面 飞妖见到细色不对 就立刻搭直升级想撇 但是飞妖这个举动 亦都是耶鲁博士的意料之内 他们几个人就趁着飞妖 下去营地的时候 拿着直升级在后面追赶 飞妖就发现金罗汉的阴谋 决定来个胆博胆 拿着直升级撞向罗撒教那边的直升级 哇 飞妖这样的举动 立刻吓到罗撒群魔 几乎都缩了 快速回到金刚山里面的金刚寺 飞妖找不到攻击的目标 就改为撞烂罗撒教那两架直升级 然后就回到龙虎群鹰的营地里面 而飞妖回到营地 跟龙虎群鹰讲出 王小虎遇害的情况 王小虎那帮 萧王子的兄弟 二粉田英 他们决定养精畜蕊 上去金刚山找金罗汉报仇 以上 又是龙虎门第122 到127期的快速回顾 今集剧情的重点 就是寒冰湖旁边那场正邪会战 关于这些正邪大运战的戏码 其实罗撒教篇 已经出现过很多次 首先是罗撒赌场那一场 然后勇闯罗撒宝 再然后就是勇闯罗撒赌场 上一段 就是死亡谷运战 而看回这几场战役 参战双方 移动就十几二十个角色 就是加上随时二十几三十个角色 这种大运战的场面 其实是好考 编剧的功夫 因为参战的角色杀在太多了 要安排每个角色都有发挥 而剧情的主线和支线要互相联系 既要避免角色没有发挥 行行歧歧吃饭几尾 也要兼顾剧情是怎样发展 当编剧是厨师 角色是食材的话 只要编剧处理有少少不好 那这瓦大锅饭呢 就真是认真难吃 那当然啦 基于七十年代 救助龙虎门的市场定位 当时的编剧是不太需要顾虑到剧情怎样推进的 只需要 用最简单的办法 勾打 将正邪的角色全部丢进去 整个大堆头 大制作 普遍的读者就应该没问题了 但是讲到这里 老冯就想各位想一想 老冯刚才提到五次的正邪大会战 当中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重复出现的 不计新出场的笨挺两师徒 正派的阵营 只有钉鬼了的沙胆四 八无六 和长无七 出过一次场 而看回罗撒教那边的阵营 不计刚刚新登场的罗撒七金刚 和六骑士里面的八骑士 或者童狮王的三个徒弟 其余那帮角色 至少都参战过两次 甚至三次 老冯就觉得 这种情况 就好像炒烂饭 而这么大堆头也会令读者 是有一些食制了的感觉 或者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打完金刚山这一场战役之后 这种这么大堆头的打斗 就没有了 开始 转变成一种轮换的模式 那大家 有看开足球的 都应该理解到轮换是什么意思 而这种模式有什么优点呢 就是每次的战役 参战的角色都会有分别 没有那么容易感觉重复 而到了这一场战役结束 打完这场战役的角色 一是死了 再不是就伤了 受伤的就进去医院留意 由第二批角色 打下一场战役 如此类推 所以每次参战的角色 都跟对上那场战役不同 就算是一些比较冷门的角色 都一样有它发挥的机会 当然 这种模式 都是有其他限制的 如果 编剧那个handle不住的话 单单某场战役就说 几十期 那就会令 被轮换的角色 不知道去了哪 那譬如 伸着龙虎门后期 即是九百多期左右 黄小龙 是经常 被失踪 打完易天藤之后 就打四大教主 黄小龙 就不知道去了哪 这些 就是编剧 遵守不了的后果 好了 今集的回顾就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 就是回顾金刚子里面的大战 而龙虎群鹰将会遇到 前所未见的强敌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节目 希望你们按like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广告 和课金支持 假如你们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老虎介绍什么作品 可以留言给我们 多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老虎 下集再见 请无论